已經很明確 我其實很認同朱立倫 他前天講說 其實就要面對面談 這的確是需要 也許主席出面 然後跟幾個可能的候選人 就直接講了 因為絕對不要再透過犯法 而且他看起來 主席的意願不是很高 他針對朱立倫的這個說法 只說尊重他的看法 因為剛剛下午的時候 吳敦已經出來接受訪問 他說他將會實地 去了解他的意願 因為媒體問他 朱立倫說希望你面對面 所以他真的要去了 他會找適當的時候 去實際了解韓國瑜 他的適當的時候是 4月 5月還是6月 對 所以這個留了一個空間 但我個人認為 因為現在 韓國瑜明天就會回來 然後4月要訪美 現在大家就想說 是不是等他訪美回來 會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決定 但我認為要快 吳敦毅其實就是在 明天韓國瑜回來 他在訪美回來的時候 你們的出血已經公告了 沒有 4月才公告 4月中要公告 除非這個時間點要再往後 4月中公告 4月中之前 因為明天韓國瑜回來 韓國瑜3月底 就是3月底到4月初這中間 4月10號 是在台灣的 現在其實非常方便 又不是像美國多大 要見個面這麼難 重點是吳敦毅 有沒有要做這件事 吳敦毅現在已經講了 要去實際了解 適當時間是什麼時間 他沒講 對 他沒講 但我個人認為 我希望越快越好 就是在這個時間 是要在3月28號到4月10號 韓國瑜出門前 對 你覺得是適當時間 越快越好 就這個時間點 可是好像也有人覺得 這個後面4月18號以後 才是適當時間 我覺得要快 這沒有什麼難 哪裡適當 那裡比較適當 第一個 時間提早 第二個 趕快先確定 幾個人的想法 第三個 這中間再拖 就會像冒出這種重傷說 韓國瑜選總統 李嘉芬來選市長 這種到處冷箭 不斷的釋放出來 我覺得不要再有 任何被人家操作 或有見縫插針的機會 我覺得今天如果很明確 你也願意說 接受朱立倫的建議 當面去跟韓國瑜 或是跟朱立倫 王清明也好 去溝通 去談 去了解大家的想法 也許沒辦法達成共識 或第一次去談 沒有結論 沒有關係 但至少跨出了第一步 我覺得都是有幫助的 我建議真的越快越好 否則的話 外界的官港 永遠就是國民黨 你們永遠內部在亂 永遠就是一個不團結 三個字這樣的既定印象 民進黨你看 他在之前賴清德突襲式的登記 說要民進黨初選 結果他們4月17號 就會確定候選人 但是我們最早表態是朱立倫 朱立倫在去年就已經表態 我們最早有一個 明確表態來參選人 結果我們竟然要拖到 7月全代會才會確定 這中間更不用講說 很多會被對手操作 或是冷箭這種暗傷人的 這種方式放話出現 所以結論就是 真的希望 所以你希望的適當時間 是328到4月10號之間 對 我覺得越快越好 你的適當時間 你是328到4月10號嗎 對 我覺得應該要越快越好 可是現在有人覺得 這個時間比較適合 因為那個時間太早了 誰 只有一個人 只有一個人 誰 我認為韓國瑜本來希望王浩浩 你說韓國瑜希望他 美國回來之後 當然你國民黨可以學民進黨 或學周榮泰 就是說當事人出國期間順延 對不對 就不批那麼急 就是這個初選公告 因為韓國瑜出國 所以延到4月18號以後 但是你如果跟國民黨裡頭的 要腳談的 沒有一個說不贊成說往前 因為他們焦慮 他們急了 而且他們怕延伸出很多併發症 我要請教葉議員 袁之你今天講得非常好 但是有一點 我跟柯委員的想法一樣 就是王金平院長 你如何交代 難道是喬人者 人恆喬之嗎 對不對 現在他變成 主席的智慧 他現在要變成 不是 我覺得主席的智慧 智慧也沒有用 我覺得王院長應該非常曉得 這個情勢 他是一個很聰明 通達理的人 難道他不曉得說 他出來也是會輸 他每次他想過來 想說他要跟他還贏 所以這個面子當然也要顧 面子要全部給他 但是再大的面子給他 我想他也難消這一口氣 所以要讓王院長感恩 像你的老闆 你是主席人 他也表態過很多次 你今天替他更表態 所以我講主席論沒有問題 但是王院長 這個我不好意思說太鹹了 就是他希望不大 但是不容易喬 我覺得王院長真的喬好 其他所有事情應認而解 但是我必須講 大家都責備主席 主席王院長說長者不仁 我覺得 他的長者指的是主席嗎 我想是吧 所以說文敦義不仁 但是我想他不是不仁 他是大致若宜 演變到變成大致不治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當機立斷 但是他有他的顧慮 但是你不能只怪主席 我在這裡必須講 我也怪韓國瑜 都是你一個人 你到底找一點在賣剛好 你跟我說 到底是對高雄人不能交代 還是對王院長不能交代 我今天甚至假設說 他是有一種難言之隱 如果大選進來了 我可以把男言之隱說出來 不是害到所有的人 有還是沒有 你如果還要拖廣拖廣 他都已經經過高雄市長 這麼慘烈的選戰的洗禮了 我們要開始往壞的地方去想 你又不能聽他說 他講他 我告訴你 他現在常常說這樣 這樣老出賣 他說不要急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